委员没有听到你有一句谴责俄罗斯 战争是不对的 俄罗斯呢 俄罗斯我跟他不熟啊 台湾有没有可能有战争的噩梦发生 也是因为乌克兰这种团结抵抗亲类 全世界感动 所以帮助的力量越来越大 这个地方不要有战争发生 只有备战才能止战 否则亲类者就是如此满恨的 他会找各种理由侵入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乌克兰他好好的啊 很善良啊 你看俄罗斯他要恢复历史荣光 他侵入乌克兰 这讲的是什么话 所以如果那个逻辑通的话 那蒙古应该把整个俄罗斯都列入蒙古国才对啊 我们还是中心的期盼 祈求世界的和平 那也希望说俄乌的战争赶快可以停止恢复国际的安全 委员没有听到你有一句谴责俄罗斯 哦 战争是不对的 俄罗斯呢 发动战争的都不对 俄罗斯呢 不应该要清起战争 还没有听到俄罗斯 俄罗斯我跟他不熟啊 香港过去啊他的金融地位在亚洲地区啊世界地区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啊 那因为他现在节节败退 台湾有没有可能啊 因为国际现在的变化 我们自己多努力一下 成为亚太的营运中心 成为整个世界的筹资中心 嘿对 委员说得很正确 你看被中国统一就会变成那个下场